晚上发生了疑似变电箱爆炸意外 地点在东湖 有民众听到轰然巨响 附近有3000户大停电 居民表示停电之前听到碰的爆炸声 还有烧焦味 之后社区一片漆黑 而台电回应 其实是康宁变电所的 溃线开关街头故障 弹出声响不是变电箱爆炸 已经在晚上8点半全部复点